男孩第一次来大姨妈 看着满便池的血尿 男孩懵逼了 这位来大姨妈的男孩是名双性人 体内拥有两套完整不同的生殖系统 从男孩蜕变成女孩 要是你,你能接受吗 得了这样奇葩的病 父母怕他想不开 一直瞒着他 杨世南是个从未挺起过胸膛走路的男孩 他沉迷于打游戏 对异性兴致勃勃 只要有新的美女杂志 他都会第一时间前来购买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 直到有一天 吃饭的时候 肚子莫名的疼痛 妈妈以为他是胃疼 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给他吃了几片胃药 上课期间肚子疼 强忍着等到下课铃响 一路小跑来到厕所 本以为只是正常的尿尿 没想到却尿出一变池的血 恰好被进来的同学撞见了 吓得赶紧离开 只是随便说的一句玩笑话 就让世男自尊心受挫 就连路过平时喜欢的杂志店 都提不起他的兴趣 回到家就赶紧度量一下 搜查结果显示 很有可能是得了膀胱癌 他第一次感觉 自己离死亡这么近 这么惧怕 姐姐来 这蒜鱼很好吃 太好了 怎么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肚子又开始疼了 没忍住跑到厕所 妈妈不放心去看一下 这一看 吓得父母赶紧把他送去医院 对不起 我儿子尿尿出血来 看起来很严重 我儿子还出车祸 去后面排队 走吧 可通过外观检查并无大碍 医生说尿出血尿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包皮过肠导致的感染 于是建议他们挂个密尿科再看看 我都这样子了 能不能下礼拜再去学校 功课到时候跟不上怎么办 哪里再跟不上了 现在当然身体比功课重要 因为这次生病 是男暂时不用上学 可以在家一边玩游戏 一边炫薯片 好不快活 休息一段时间后 是男继续上学 拜拜 一到教室 面对同学们的嘲笑 是男一句话不说 放学再次路过杂志店 他兴致勃勃买了一本最新款的杂志 第二天上体育课 是男肚子又开始疼了 本想向老师请个假休息一下 老师让他跑完再休息 可刚跑出几米远 是男就晕倒了 老师赶紧把他往衣物室背 背着背着 是男血流不止 父母得知情况赶紧赶来 把他带到知名迷尿科医院 通过扫描拍片 尿剪抽血等一系列检查 主治医生李博士找到了答案 他把士男知道外面 单独告诉他的父母 你先把孩子带出去吧 好的 李博士 别担心 我会陪士男在外面等着 请坐 李博士 您就直说吧 别紧张 不是癌症 根据这几天检查的结果 基本上可以确诊为 性别分化一场 简单来说 就是双性人 得知这个消息的父母很难接受 您是说异样人 也可以这么说 面对现在这种情况 要是不及时做手术 很快便会转化成癌症 在手术前 先要进行染色体筛查 我的建议呢 是先做一个染色体的检查 那每个人有23对46条的染色体 男性是XY 女性是XS 那如果是XS 就只好把阴晶跟稿丸切除 把它变为女性 要是变成女性的话 就不能传宗接代了 爸爸非常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情况 在回去的路上 侍南感觉自己患了癌症 大家都在瞒着他 爸爸则轻描淡写地骗他说 过两天啊 这个包皮的手术没事了 对 侍南心以为真 再次回到学校的侍南 面对同学的嘲笑 你们不要乱讲 我是包皮感染又不是那个来 此话一出 没想到再次被嘲笑了 你说怎么宅宅怎么会得这种病啊 先看染色体检查结果怎么样吧 很快 染色体筛查结果就出来了 不料是XX 侍南就要变成女性了 到了晚上 还在和队友上分的侍南 看到爸爸来了 赶紧关上电脑 假模假样地学习 没想到爸爸一进来 你会害怕割包皮吗 不害怕 同学们都割了 爸爸听他这样说就放心了 被蒙在鼓里的侍南 从来没见过爸爸这么奇怪过 好的 早点休息 但他没有多想就继续上分 很快就到了手术的日子了 李博士带着一大批实习生进来 假借数前检查 对着世南一顿狂拍 面对这样的情景 世南一家人都无法接受 当李博士得知 世南还不知道 做什么手术时 就让大家赶紧撤了 我们怕他无法理解 接受不了 好了 我们走吧 妈 我到底得了什么病 没事 不要担心 等父母签过手术同意书后 手术正式开始 世南一醒来就下意识摸向自己的命根子 但被爸爸阻止了 不痛不痛啊 不痛不痛 隔止终究包不住火 知道真相的世南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就像疯子一样乱动 不吃不喝 面对眼前这个 改变自己一生的李博士 世南恨不得把他千刀万挂 不知过了多久 世南已经渐渐有了女孩子的模样 这也是他第一次 以女孩子的身份过生日 面对眼前的粉色蛋糕和粉色洋娃娃 世南在沉默中爆发了 来 睡哪儿 15岁生日之后 你妈会带你到台北念书 妈妈在这边 祝你生日快乐 这才先把药吃了 为了让世南振作起来 妈妈和他一起移居到台北 准备开启新的人生 杨世南从此变成了杨诗兰 在爸爸的努力下 诗兰转到了新的学校 虽然性别和姓名都变了 但是不会抬头挺胸的习惯没变 妈妈为了让他早点适应女孩子的身份 准备教他怎么带胸罩 尽管很抗拒 但在妈妈的软磨硬泡下 他还是强忍着带了起来 好了 你看 很简单 好可爱哦 今天是施兰第一天上学 在妈妈的陪伴下 他来到了新学校 你一定啊 很快就可以交到新朋友的 你现在呢 就当作是重新开始 班主任把他拧到教室 大家热烈欢迎 面对大家的热情 施兰的同桌是一位叫天启的女生 这是施兰作为女孩子以来 第一次和女孩子坐得这么近 她还时不时地偷瞄一下人家 尽管变成了女孩子 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玩游戏 很明显 天启就是她喜欢的类型 一上课 她就盯着她看 越看越上头 当被天启察觉到时 施兰下意识地走进了男厕所 把正在小便的男孩吓得不轻 她又走进女侧 简单处理一下 用校服把裙子后面的血迹挡住 把手上的血迹洗干净 平复好心情往回走 刚走到教室门口 看到这一幕的施兰 脸上笑开了花 第一次有女孩这样帮助她 她走到天启面前 知道施兰这是第一次 热心的天启开始教她怎么选卫生巾 带她一起逛街选衣服 可施兰全程目光都在天启的身上 经过几天的相处 两人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你去试试看 看不出来 这个 好 试上 你给我试试看 怎么样 旁客风 试试看嘛 抬起来抬起来 这一天 有人给施兰写情书 第一次收到情书的施兰很激动 心里想着 一定是哪个女生送的 没想到却是个男生送的 气得她把东西分给了别人 当天启问道 你 你不会 不喜欢男生吧 对 在外人看来这是气话 可没有人知道 这其实是施兰的真心话 到了晚上 施兰像以前一样看爆款杂志 情到深处刚要动手动脚 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个女的 看到天启的照片 她怀着忐忑的心情 发了条短信给她 没过一会儿 她就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她激动的去告诉妈妈 第二天 在天启强烈的要求下 她去换裙子去了 趁她走后 小美好奇的翻看施兰的书包 你干嘛 我就想看看 就说给她洗什么 吴奕中看到一瓶药 小美把她拍下来 准备回去查一下 过来 我给你化个妆 可是我没有化妆品 你给我的 乖 妈 放学后 施兰带天启回家做客 房间好干净 好可爱 8800的显卡 参观房间的时候 天启看到电脑上的壁纸 好奇地问她 这是谁 这一下戳到了施兰的痛处 她思虑了好久 那 是我弟弟 他不在了 不过他永远在我心里 天启一把抱住施兰 此时无声 胜有声 在天启的影响下 施兰开始注重形象了 拉着妈妈陪她买耳环 打耳洞 我要看看这个 好啊 我们这边可以帮帮打耳洞 我先帮你消毒 不要动 好看吗 好看 到了晚上 天启接到小美的电话 通过她的调查 施兰书包里的药是抗抑郁药 天启知道后 更加同情施兰了 那还真是抗克力 第二天 在公交车上 施兰被猥琐难摸大腿 她赶紧告诉天启 快 面对这样的护花使者 施兰满心欢喜 久而久之 对天启很是信任 她把自己是双性人的秘密 告诉了她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天启不仅没有取笑她 反而不断地安慰她 这个秘密 施兰只对天启一个人说过 施兰用信任的眼光 望着天启说道 那你要替我保密哦 绝对不能跟别人说 两人击掌为事 可刚发誓没几天 天启属于保护施兰 怕别人说她的闲话 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小美 并让小美发誓 不要告诉任何一个人 可到了第二天 全学校的人都知道了 不明所以的施兰 还以为是自己衣服有问题 可一到班级 她就发现了不对劲 天启哭着和她说 施兰对不起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要相信我 不怪张天 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到 我们身边就有人要 施兰瞬间就明白 自己被最好的闺蜜 给出卖了 痛心的施兰跑向厕所 可一到厕所 就被同学们给霸凌了 尽管是天启及时救了她 但根本无法弥补 她所造成的伤害 施兰一回家 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把所有的不满 都撒在玩具上 施兰痛恨现在的女儿身 天启望着空荡荡的座位 她后悔极了 从这以后 施兰又回到 刚变成女孩子时的状态 着急的妈妈打电话给李博士 为了保证自己作品的完整性 李博士让施兰妈妈 把她带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晚上的雨 下得很大很大 面无表情的施兰 把曾经最好的闺蜜拉黑了 和这里的一切告别 来到医院 李博士助手无意中的一句话 让施兰更加难受 原来自己一直吃的抗抑郁药 居然被妈妈头天唤日了 里面装的都是磁激素药片 施兰开始恨自己的妈妈 一想到曾经 作为阳光大男孩的自己 施兰都会从梦中惊醒 她好想这一切都是梦 但这一摸就让她回到了现实 她顿时痛苦流泪 被吵醒的父母 本想来安慰一下 我会来好好的 为什么要给我送手术 我从天不放了我的一切 面对女儿这样的质问 施兰终于爆发了 第二天一早 施兰借机出去散散心 她来到李博士的大别墅 准备亲口问问她 在得到李博士肯定的答案后 你们怎么可以骗我吃那种东西呢 你知道那是伤身体的吧 面对施兰这样的质疑 李博士直接给否认了 并把责任推给了施兰自己 要不是你自己说漏了嘴 其实我的治疗方式本来已经成功了 说得倒是轻松 可又有谁知道施兰的痛苦呢 在施兰看来 她就是李博士的作品而已 施兰在临走之前说 施兰独自一人走在路上 路过肉铺 她想到了自己立坟 路过卖鱼的 她也想到了自己立坟 她来到花店 买了一包向日葵 正准备离开 欢迎下次光临哦 施兰心想 没有下次了 回到家 她就把向日葵送给了妈妈 看到这一幕的父母 开心极了 这样不挺好的吗 施兰回到房间 打开衣橱 换上连衣裙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施兰决定 做一回真正的女人 没有血腥 没有暴力 在施兰看来 最好的报复 就是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女人 乡板是一个普通女职工 32年来保持着处女的生活 让乡板在空虚寂寞冷中 渐渐地迷失了自我 乡板渴求着男人 但一向以事业为主的她 真要想找个伴侣 却又发现找无可找 这天晚上 乡板要去参加同学聚会 她专门做了美甲 这是她慰藉自己内心的唯一方式 期望增添一些魅力 以求得美丽的邂逅 可不想 同事蔡蔡因为孩子的关系 要提早下班 她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乡板 乡板犹豫了一下下 下班后 公司只剩乡板一人 她还要帮同事打印资料 可天不随人愿 打印机不巧 在此时出了问题 她赶紧拨打了维修电话 不久 一个戴着口罩的 勉腆男孩到达 在剑骨头的帮助下 打印机很快恢复工作 终于 香板改上了期待已久的同学聚会 同学们都夸她的指甲可爱 但香板却高兴不起来 我比较好多的毛绿 比较好多的毛绿 突然门口出现 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是香板唯一交过的男朋友 佐伯 曾经俩人有机会 尝试原始的爱 却因为香板的紧张 未能成功 聚会结束后 香板和佐伯走在回家的路上 佐伯告诉她 自己即将离开这座城市 听到这话 香板不想再失去这次破处的机会 他放下矜持 提出了请求 左博愿住了 当晚 两人住进了酒店 可是当佐伯的手 抚向香板的肌肤时 香板却没有感受到梦寐的温暖 相反 佐伯的手十分冰凉 香板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他借口暂斃了佐伯 香板在洗手间 不断地给自己加油打气 终于有勇气再次冲了出去 可哪里还有佐伯的身影 他赶忙追出去 而佐伯一句话也没说 转身离开了香板的视线 一旁 下班路过的剑骨头 看到了这一幕 他加快脚步 尴尬地走开 到了第二天 香板觉得自己愈发的奇怪了 奇怪的不仅是她的身体 更是她的思想 她无时无刻 不再渴求着温暖的抚摸 同时蔡蔡看出了香板的心不在焉 她建议香板 可以多找一些可以依靠的东西 如果只有事业的话 一旦事业崩塌 就没有其他东西作为支柱了 可是蔡蔡 纵使是站在过来人的立场安慰香板 她自己却也有着诸多烦恼 身为人母 社会上对她的认识 也就只是一个妈妈而已 她的工作 她的事业 以及她的爱好 好像全部被否定了一样 所以当香板等人 约蔡蔡周五去喝酒时 她虽然很想去 却也只能拒绝 没有邀请到蔡蔡 香板回到了工作岗位 可在公司里 她却再次撞进了剑骨头 剑骨头还在维修打印机 而香板却想到 昨晚被剑骨头撞见时的尴尬 她连忙向剑骨头澄清 不希望剑骨头 把她当作一个放荡的女人 就这样 成情了误会的香板 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她 带着剑骨头去仓库取工具时 却意外发现 剑骨头手机壳上的图案 是自己以前玩过的 一款游戏的画面 一聊到共同话题 不懂风情的香板 竟像忽然开了窍一般 对男生赞不绝口了起来 剑骨头在一声声夸赞中 迷失了自我 喜悦不言于表 而香板也获得了 同样的兴奋与欢乐 香板好像体验到 恋爱的快乐一般 但婚姻是做围城 外面的人想进去 里面的人想出来 回到家中的蔡蔡 便被围城里的逼着所困扰 她曾梦想成为一个漫画家 可当她看到 自己上学时的男友青川 已经成名 自己却被围困在小家之中 更不免地自怨自哀了起来 好在蔡蔡的丈夫 秀职善解人意 她一听说蔡蔡拒绝了 同事的邀请 便看穿了蔡蔡的心思 得到了丈夫的关心 蔡蔡十分欣喜 可是当蔡蔡开心了一周 就要在周五 彻底地释放自己时 一通电话 又浇灭了她热辣的心 她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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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这天晚上 只有香板和阿源一起去喝酒 孤男寡女在酒吧独处 让香板那颗花痴的心 再次激动了起来 香板用伦理约束着自己的情欲 却不想阿源很快向自己坦白 其实她已经和女朋友分手了 香板满怀期待地和阿源找到一处静谧的地方 却不想阿源语出惊人地说出了自己和女友分手的原因 香板的梦碎了 好不容易找到个男的 又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 她不知道自己是造了什么年 所遇到的男人竟一个比一个逆天 但这同时又更加激起了香板的欲望 她真正地渴求一次恋爱 渴求一次真正的激情 以她相反的是蔡蔡 蔡蔡最近的工作愈发得不顺了 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应付工作 使得她两边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更不要说她最钟爱的漫画事业 和就在这一天 青川通过邮件问候了蔡蔡 这一句熟悉的问候 瞬间打穿了蔡蔡身处的围城 她开始对自己的处境产生了迷茫 一面是漫画的兴趣与青川 一面是家庭的责任与秀直 就在她左右为难之际 阿源向蔡蔡提问 蔡蔡回想起她和秀直约会时的情景 那种喜悦渐渐地冲淡了疑惑 也让蔡蔡豁然开朗了起来 而香板听到了蔡蔡的描述 她的脑中不知怎么的 竟浮现出自己与剑骨头相处时的情景 命运眷顾着香板 这天下午 她竟与剑骨头再次偶遇 剑骨头正要去附近的一家游戏厅玩耍 而听到剑骨头只是只身一人后 香板再次鼓起了勇气 就这样 香板和剑骨头开始了第一次的约会 二人一起玩着他们共同感兴趣的游戏 而香板的夸人天赋也再次拉满 剑骨头羞涩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而香板也不加吝啬地称赞着剑骨头 就这样 香板与剑骨头之间的关系急速升温 在他们分别之时 香板还练练不舍 第二天 公司的旧员工孝江复职 孝江为人热情奔放 很快就与曾经的同事们打成一片 唯有主管美游记看他不爽 美游记与孝江本是很好的朋友 二人说好了一起在职场奋斗 可不想孝江却在半途回归了家庭 成为了一个家庭主妇 觉得自己被背叛了的美游记 给这份友谊画上了句号 香板听说了美游记和孝江的事 下定决心要在剑骨头面前 展现自己最完美的一面 他不想让自己的爱情 和美游记二人的友情一样灰飞烟灭 于是在与剑骨头第二次约会的前一天晚上 香板将自己全部的衣服与化妆品翻出 势必要找出一个最美的搭配 而与此同时 回到家中的美游记也心不在焉了 这几天 蔡蔡和香板在工作上出现的差错越来越多 导致她这个主管总控制不住怒火 更不要说孝江的回归 这一切的一切让美游记感到十分头疼 美游记的丈夫看出了妻子的不快 她订好了野餐的地点 可不想 正在气头上的美游记 不仅拒绝了丈夫的好意 更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第二天 香板打扮得漂漂亮亮 她来到与剑骨头约好的地点 却发现剑骨头早已经在那里等待 两人开始约会 却不想 所有的高档餐厅全部爆满 没有提前预约的香板二人 只能来到一家拉面馆共进午餐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香板再次主动出击 很快就对剑骨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而生性腼腆的剑骨头 第一回遇到这么开朗的女人 也不禁感到喜悦 于是 在这天夜里香板又一次地渴望了 就这样 香板把剑骨头领进了家门 这是她第一次把一个男人领进家中 剑骨头也是第一次进一个女人的家 二人在香板的家中一起喝酒 家里的气氛 让香板和剑骨头 都变得有些拘束了起来 他们俩人心知肚明 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但没有人阻止 也没有人愿意打破 情动的俩人相拥在一起 可就在这时 剑骨头却忽然松手 她焦急地冲出了香板的家门 只留下了一个背影 香板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她连忙上网查资料 这才知道 可能是因为自己太主动 所以吓到剑骨头了 得知了这一点 香板自责地在沙发上打起了滚 可是她又不知道 该怎样再面对剑骨头 只能独自懊恼 第二天 当她回到公司时 却发现美游记和孝江 又一次地吵架了 美游记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问题 她认为自己在拼搏 在努力 那么就有权利 去教训那些不努力的人 因为拼搏就是对的 那么她也就持有正义的斩马剑 正因为如此 她对丈夫无情 对下属严厉 而最近 重心愈发不在工作上的香板 就是美游记最想要攻击的对象 美游记没有意识到 她正在与人越来越远 没有同事约她出来聚餐 她从未受到邀请 而最近这些天 那个温柔阳光的丈夫 也不回家了 她发了很多消息 却迟远远根 没有提出 重新逼回了职场 美游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她总是在揣测他人的动机 而忽视了对方真正的感受 于是肖江建议美游记 可以去珍的公司去找他 哪怕二人现在真的有了矛盾 也是可以修复关系的 就这样美游记彻底打开了自己 她先给香板道了歉 随后请了一个长假 她来到珍的公司去找珍 却得知珍也请了长假 此时不知道去哪里怒营了 听到这个消息 美游记想起珍曾经邀请自己去露营 她料想珍一定去了那个地方 于是便独身去寻找珍 诺大的露营地有数不胜数的人群 美游记一个个寻找过去 终于在河边发现了珍的身影 原来珍是被美游记那天的话伤到了心 于是便独自出来想要透透气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将这段感情继续下去 她还在犹豫 可是美游记已经有了决心 她想要和珍一起走下去 就这样 美游记和珍重归于好 又一对有情人洗劫连理 可是香板的爱情还在谷底 这些天来 香板总在懊恼中自责 终于在这一天鼓起勇气 主动地给剑骨头打了电话 可是电话里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却表明了剑骨头拒绝的态度 香板无法联系到剑骨头 甚至连公司的维修人员也换成了另一个人 就在香板忧心忡忡之时 剑骨头也有着自己的心事 她认为香板根本就不了解自己 因为那天夜里 电视里正在播放着降棋的实况 降棋实况的声音唤醒了剑骨头的记忆 剑骨头从小就是一个降棋迷 她的降棋下得很好 在长辈们的赞扬声中 她将自己是天才这一件事信以为真 却不想在降棋大赛上被人轻易地斩于马下 自卑的心里让剑骨头恐惧 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 也知道自己无法给爱人什么 她只能将自己封闭起来 不再去剑香板 而不了解剑骨头心思的香板 也无可奈何地回归了工作 同时小莲 看着香板在职场闪闪发光的样子 心里羡慕不已 她猜想 香板这样的美女 一定有一个帅气体贴的男友 而像自己这样长相一般 甚至可以说是丑的女人 则连被爱的权利也没有 小莲对起泰笑脸相迎 可是她的内心却不太情愿 小莲对自己的感情也十分困惑 她在公司里向香板询问 想要知道香板会选择什么样的男友 香板回答说 她喜欢幽默类型的 香板笑着去打印文件 却不想 今天的维修人员竟又是剑骨头了 两人久别重逢 香板有一肚子的话想要说 可是话到嘴边 又发现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因为两人之间了解的很少 共同的话题 也就只剩下几次短暂的相处 意识到这一点 香板无言地离开了 看着香板离去的身影 剑骨头也有些愧疚 剑骨头回想起 他和香板约会时的场景 想起二人一起玩闹 想起二人拥抱在一起 那是他近三十年来 从未有过的体验 见骨头终于想通了 他连忙冲出公司 想要去寻找香板 而香板此时正在梁椅上坐着 天上下着暴雨 可是狂暴的雨点 不及香板心中的苦楚义愤 我和香榛 和香榛 和香榛 香榛 香板将临失落的剑骨头带回家中 剑骨头也终于向香板 弹露了自己的问题 原来剑骨头从七岁开始崛起 本来只是作为一种爱好 可是后来发现自己在将棋上有天赋后 剑骨头就一身心地投入在将棋上了 但他终究是高估了自己的天赋 剑骨头向香板道歉 却不想竟看见了香板的眼泪 听到香板温柔的声音 将所有悲伤藏起来的剑骨头 终于再也忍不住泪水 他涌向香板 倒在了香板的怀里 静静地哭泣着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小莲又一次地通过交友软件 找到了约会对象 这一次 对方是一个帅哥 小莲也不知道 对方看上自己什么了 但他还是决定 先约出来再说 东野长得十分英俊 很快就吸引了咖啡店里 很多女生的目光 就在小莲还在纠结 对方能不能看上自己时 东野却用一句话 撩拨了小莲的心房 小莲的小鹿乱撞 香板与剑骨头 也处于水火之中 他们热烈地相拥在一起 这一次是剑骨头 主动地吻了香板 香板说完也送去了一吻 两人你来我往 情欲如烧开的茶水一般沸腾起来 两对情人都处在热吻之中 而香板二人更是情到深处 剑骨头已经忍不住了 他就想要脱下裤子 却不想被香板打断 剑骨头尴尬地来到便利店 利索地购买了安全措施后 可不想就在这时 公司那边派遣了任务 送别的剑骨头 香板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 第二天回到公司后 阿元却提交了辞职申请 就这样香板升职了 升职之后 工作量也直线式地开始增长 香板没有办法 他只能告诉剑骨头 明天的约会取消了 另一边 小莲再次与东野约会 就在这时 齐泰发来了消息 希望和小莲一起 去之前小莲感兴趣的那个地方 她已经买好了票 可是如今小莲已经有了东野 她再也看不上齐泰 于是便一口回绝了 小莲从未感到如此幸福过 而同样沉溺在恋爱中的香板和剑骨头 也同样的幸福着 他们来回翻阅着共同的消息记录 不舍得打扰对方 便回味那先前的幸福 第一次被剑骨头邀请 香板也感受到了恋爱的美好 可是方才还沉溺在恋爱中的小莲 却遭遇了天崩地裂 小莲慌乱地跑了 她这才知道 自己所沉溺的只是一场骗局 小莲这才意识到 自己竟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齐泰约见自己的地方 小莲得到了认同感 她笑了起来 牵起齐泰的手 与她一起走进了音乐馆 小莲找到了真正的归属 而香板和剑骨头的爱情又面临了新的考验 剑骨头独身一人地来到香板的公司 她看见生殖了的香板在人群的簇拥之下 自卑的心里再次涌上心头 不过到了周末 二人还是一同去了美术馆 在美术馆内 香板主动地向剑骨头提出了许多问题 剑骨头意识到香板在了解自己 本来阴逸的心又有些晴朗了 而在路上 香板也会照顾剑骨头的情绪 她每每看到关于将棋的信息 就会主动地用身体挡住 趁着这个机会 剑骨头将自己要调换区域的事 告诉给了香板 香板意识到 俩人还没有确认关系 她正要提及这件事 一个路人却正好路过 香板的话戳通了剑骨头 本来秦朗了的心情 又一次乌云密布了 剑骨头转身离开了 这一次她没有回头 她来到自己常去的那家游戏厅 坐在椅子上 又为自己先前冒失的行为感到自得 而香板也同样陷入了迷茫 几个女人坐在一桌 聊起了漫画家离婚的事情 美游记认为 其实离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有失去了才会懂得珍惜 而蔡蔡也赞同美游记的说法 三个女人的经验之谈 让香板开始反思自己 她思考起 自己是否真的面对过剑骨头 从一开始 她只是想要摆脱处女 到后来 为了眼前的快乐而纠结 她仿佛从未直面过剑骨头 从未向剑骨头告白过 自己真实的想法 就这样 香板来到了剑骨头的公司 在公司里找到了剑骨头 在心底下令决心后 她才开口 见骨头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这样才有资格配上香板 她不想因为自己 让香板丢脸 高坂さんが一緒にいて 恥ずかしくない人間になりたい 这間は 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 高坂さん 俺は 高坂さんが好きです 俺とちゃんと付き合ってくれたら 嬉しいです 私も 私も好きです 坦露新生的二人 终于确定了关系 于是他们第三次 一起走进香板的家 这一次 二人一进门 就忍不住地吻在了一起 磁石みたいに こんなに 一緒に行き合うこと ってあるんだ 这天夜里 香板彻底放开了自我 两人热烈地抱着彼此 見骨头和香板 互相惊愕地 看着彼此 于是 在见骨头 做好了安全措施后 他们二人 就要同时 摆脱处死之身 可就在这时 见骨头又出现了问题 俩人背靠着彼此 双双陷入了自责 香板不知道 为什么会痛 见骨头 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弄疼香板 两人重新面对彼此 热吻过后 便是一番激烈的云雨 香板终于摆脱了处女 并得到了一种 新奇的恋爱的体验 见骨头 也走出了自卑的阴影 菜菜一家幸福的生活 美游记和珍 欢乐地共吃家务 小莲和启太 一起欣赏着音乐 四对友情人 都走上了幸福的道路 男人在寺庙闲逛时 发现了一个商机 他发现在这个香火 旺盛的寺庙中 一日的捐款流水 竟然高达2000万泰铢 一年下来就是73亿泰铢 他不禁突发奇想 如果设法让捐款 全部进了自己的口袋 那该是怎样的快乐 晚上 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 第二天 他兴奋地给两个小伙伴 打去电话 阿盛将他们叫到了身旁后 一起商讨起了以后的商业帝国 一个香火旺盛的寺庙 一年平均收入高达30亿泰铢 由于是佛门圣地 国家不会对捐款的去向特别在意 只要不是特别明显的挪动 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 如果三人能够运营一家寺庙 那么很快就能筹集 三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 在泰国这个充满了信仰的国度 人们想要寻求心理慰藉 首选的 绝对不是昂贵又科学的心理医生 而是去寺庙捐赠 为自己及功德 富人的钱来得更加容易 也非常乐中于四处散财求平安 于是三人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因为三人之前 赤巨资创办了游戏公司 却因为内鬼技术人员的存在 一夜之间 股票暴跌了百分之九十 三个年轻人陪着金光 还要面临2500万泰铢高利贷 带来的还款压力 得知他们濒临破产时 贷款公司直接请律师 给三人打去电话 除了高利贷本来的200%的利息 还要在原基础上征收20% 并限时一个月偿还 如今技术人员根本联系不上 同伴突然反应过来 他们刚上市的游戏被攻击 肯定就是因为技术人员和贷款公司勾结 他们从头到尾只是想赚利息的钱 但是三个无权无视的年轻人 却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anyway go on what were you saying it's okay dad 当天夜里 阿胜的家里就被一帮打手闯入 小粉接到视频电话时 亲眼目睹了阿胜被暴揍的场面 他和小胖赶来时 由于找不到阿胜急得差点报警 阿胜却在此时拿着打扫工具出现了 他阻止了朋友报警 只因为高利贷公司的经营者们 都是一群法外狂徒 警察根本管不了 如今三个年轻人 要面临一个月后偿还八百万的利息 只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小粉和小胖也不敢向家中开口 然而到了第二天 阿胜却不见了 公司也被人恶意地砸碎了玻璃 小粉和小胖如今成为了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团团转 阿胜则是背着行囊回到了母亲身边 他谎称 身上的伤疤是因为骑摩托摔的 母亲正忙着为寺庙清点钱款 也没有继续深究 突然阿胜询问母亲 能否和自己一同出国 母亲却反问阿胜 他的父亲应该怎么办 原来在阿胜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离奇失踪了 警察也一直没有线索 母亲因此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信仰上面 整天吃斋念佛 阿胜也受到了影响 阿胜看着母亲清点完了寺庙的筹款后 便将两袋子钱准备搬运到车上 阿胜看得有些心动 主动帮忙将筹款送到车上后 他和母亲一同来到了寺庙 直接被寺庙LED屏上的数字惊呆了 于是他便叫来了两个小伙伴 开始去了解各大寺庙的行情 以及日常运营的模式后 得出的结论是 阿胜的提议绝对可行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建议做新寺庙 要钱又要时间 而写佛教总局还有各种规定 如何在泰国 几万座寺庙中筛选出一个 能够为自己所用的寺庙 首先阿胜排除了市区的大寺庙 修建完好香火旺盛的寺庙 掌权人太多 往往都有管理会的人接管 他们已经有分享利润的人 根本轮不到三个小年轻 小粉提议去郊外看看 然而却发现 这里的寺庙太过集中 一个居民区附近 竟然有四五座寺庙 竞争太过激烈 稍微有地理位置合理一些的寺庙 却还要面临重盖翻新的问题 由于寺庙太过破旧 投入资金过高 他们果断放弃 还有一些住持 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伎俩 直接痛斥三人有罪 三人跑了一上午却一无所获 不由的有些丧气 小帕甚至说起了丧气话 阿胜表示 实在不行就当基点功德了 此时沉默的小粉突然请求停车 他看到了一个隐藏在路边的寺庙 这座普兰寺中 虽然有些破旧 但是建筑都完好无损 只需要重新粉刷 就能够投入使用 且占地面积也很大 可以亏欠他急盛时期的繁荣 于是三人想要借助祈福的借口 接近住持谈合作 却只在大殿偶遇义工阿唐 他对于三个年轻人的出现有些意外 因此并没有直接透露住持的位置 小帕不甘心 决定以捐赠善款的理由 想要撬开阿唐的嘴巴 然而对方笑着收下了善款后 便表示自己要代交 无奈之下 小帕准备和朋友离开 却发现阿唐快他们一步驶离了寺庙 一行人见状连忙跟了过去 发现阿唐快他们一步驶离了寺庙 回家后不久便换了一套衣服 开启了夜生活 由于小帕的跟踪技术太差 半路就被阿唐察觉 于是他们被甩掉了 好在阿盛留了个心眼 记住了阿唐的手机号 电话接通后 阿盛听着电话里传来嘈杂的背景音乐 判断出了阿唐可能去了不远处的酒吧 果然不出他所料 三人在附近的酒吧停车场上 见到了阿唐的车 当他们走进酒吧后 阿唐彻底愤怒了 他跑到台上用话筒询问这三人 为什么要跟踪自己 随后便气势汹汹地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小帕和小粉健壮想要打退堂鼓时 阿盛直接将装有4万泰铢的信封 推到了阿唐面前 表示他们只想谈合作 阿唐的神色立刻有了好转 他立刻明白是寺庙生意 对方想通过对寺庙运营管理后 扩大普兰斯的名声 从而在里面获益 阿盛见阿唐有些动容 便开出了合作的条件 阿唐的职责便是提建议 替阿盛等人做一些没办法明面做的事情 一个月便会获取4万泰铢的报酬 最后还能从分城里获取5%的收益 阿唐听后开口就是一通斥责 阿盛以为他不想合作 便准备抽走信封 阿唐连忙制止 他也只是想要搞价 最终双方各退一步 以阿唐获取10%的提成 达成了合作 比如有1000万的香火钱 阿唐便能从中赚取100万泰铢 第一步便是需要阿唐 带三人进寺庙后游睡住持 第二天 三人带着许多物资 以捐献的名义 被阿唐引荐给了住持 住持询问他们打算怎么做时 小帕特意拿出了幻灯片讲解 却被住持突然叫停 在大家提心吊胆时 住持歉意地表示 自己太老了 不太了解这些东西 便委托阿唐全权负责 事情比几人想象中更加顺利 随后双方开启了白天翻新寺庙 夜晚酒吧商议的模式 小粉和装修公司搞到了最低价 准备翻新寺庙 小帕提前取出了给自己存的养老金 阿胜则是咬牙卖掉了 自己价值8万美元的股票 在三个年轻人砸钱的努力下 普兰斯很快哗然一新 阿唐也哄骗着住持 通过人脸识别签下了项目同意书 为了迎合当下人的消费习惯 小年轻们特意摆上了付款码 一切准备就绪后 阿唐建议大家 利用佛教的重要节日 宣扬普兰斯 于是他们选择了最近的一个日期 举行了活动 然而当天来的乡客却寥寥无几 他们也只是冲着免费的水 带着熊孩子们来玩水枪 普兰斯被他们当成了游乐场 这和三个小年轻的预想 简直天差地别 他们聚在一起商讨此事时 阿胜突然问小粉 会不会想自己的前任 原来阿胜在他们喝的饮料瓶上 看到的代言人 正是小粉的前任 突然小粉意识到 他们可以利用明星效应 请来一个主持人 于是他们决定 请一名名声大的法师 前来普兰斯讲授佛法 然而如今的僧侣结合了短视频后 前半段还在好好的念经 后半段就开始直播带货 排除了这些不靠谱的僧侣后 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 年轻的混血僧侣东元法师身上 即便她的报价很高 阿胜和小帕还是决定 为了名气 前往外地请她出山 小粉则留下负责寺庙 用来吸引客源的跳蚤市场 阿胜和小帕遇到了大难题 东元法师最近的行程非常紧凑 他们近期根本预约不上 无奈之下 小帕提着饮料 送给了听东元法师讲佛法的阿姨们 通过和他们套近乎 成功进入了内部群 由于请法师的道路并不顺利 小帕因此还错过了外甥女的出生日 第二天 小帕和阿胜匆忙地前往亭子 准备听东元法师讲佛法师 却发现已经焕然了 小帕后知后觉地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才发现自己开了飞行模式 当他将手机调为正常状态的时候 得知了东元法师已经前往了曼谷 参加节目了 两人匆忙想要离开时 却被多尔法师的声音吸引 他生动地讲着自己对佛法的理解 引导大家进入冥想状态 就连维利仕途的阿胜和小帕 都忍不住沉浸到了这种平静的氛围中 等待多尔法师停止了今天的讲座 两人当即决定 让多尔法师代替东元法师 阿胜借助帮一个老奶奶提重物的机会 询问出了多尔法师的许多信息 得知对方一直想要建一个佛法经修庭 工程却因为资金问题停滞时 阿胜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将经修庭的草图画了出来后 便告知了小粉这个事情 他们可以利用筹集善款的名义 建造出两个寺庙里的经修庭 从而以此为条件 将多尔法师请出山 第二趟 阿胜便带着设计图拜访了住持 得知两人想要以修建经修庭的方式 请多尔法师出山三个月后 住持也没有任何意见 他表示只需要多尔法师同意就行 于是俩人前程拜谢后 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舍 终于将多尔法师说服了 当阿胜和小帕再次回到普兰寺时 小粉将这里经营的已经非常热闹 在跳蚤市场的基础上 还增加了一个唱歌舞台 方便乡客们一盏歌喉 东尔法师对此设计有一些抵触 他到了普兰寺后 率先拜访了主持 得到了应允后 多尔法师便在普兰寺安定了下来 他配合着摄像师拍下了宣传照后 三个年轻人和阿唐 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宣传起来 多尔法师宣讲当天 不少乡客慕名而来 阿胜等人在后排开启了实时直播 小粉也询问起身旁的乡客观感如何 阿妮对于多尔法师的专业知识 以及帅气的脸庞都赞不绝口 多尔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后 阿唐也趁机想搜刮更多钱 甚至想要加收停车费 阿胜连忙劝说他克制自己 毕竟不久之后 阿唐还能得到10%的分红 阿唐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夜晚 他开始在酒吧里面挥金如土 看得兄弟们忍不住眼红起来 阿唐也清楚 大家都混得不景气 于是便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此时阿胜在寺庙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面孔 于是他连忙跟了上去查看 却发现住持正在和这个僧女叙旧 住持见到阿胜后 主动介绍了艾卡法师 他曾经就是普兰寺的僧女 之前出去读书了一段时间 如今毕业了 便又回到了寺庙 看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艾卡 阿胜直视着他充满审视的眼神 心中浮现出了不祥的预感 三个年轻人的努力初见成效 普兰寺逐渐声名远扬 越来越多的乡客闻名而来 用来挂钱的招财术都有些不够用 阿胜连忙多定制了几颗 而阿唐为了给几个兄弟谋财路 竟然直接安排他们举行了剃度仪式 成为了普兰寺的挂名和尚 因为阿唐拉来了爱意园的赞助 阿胜等人也没有太过计较此事 然而住持年事已高 艾卡逐渐接受了寺庙的事务 这令几人都有些猝不及防 小帕带着一袋子钱 先将一部分换成代币后 随后带着剩余的钱 来到了高利贷公司的委托律师那里 偿还分期的贷款和利息 偿还分期的贷款和利息 律师却对此非常不满 这次小帕带的钱根本不够付利息 如今他还有4502万泰铢的账单需要偿还 小帕心事重重地回到寺庙中 却发现贾僧人和其他僧人大打出手 小帕也不幸被误伤 艾卡见状直接敲钟预警 等待双方冷静下来后 才得知贾僧人仗者是阿唐的人 经常被邀请出去做法事 因此真僧人觉得他们在抢生意 艾卡训斥他们太过注重利益 如果下次再出现打架斗殴 参与者就会被开除僧级 这下贾僧人也被唬住了 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随后 艾卡特意给大家排了法事的班 并和住持商议后 给僧人制定了一些规则 阿唐本以为此事就能接过时 没想到艾卡开始对他特别关照起来 艾卡将香火钱从阿唐手中要走后 并找小帕清点了账本 阿唐夜晚和甲和尚们商讨此事时 觉得先暗兵不动 突然他察觉到周围似乎有人 便中断了这个话题 三人为了尽快还清贷款 急需从香火钱中谋取利润时 却不料因为赞助的问题 惹恼了普兰寺住持的上级 因此寺庙中麻烦不断 小混合们先是在门口不断地制造噪音 扰乱乡客们的清修 随后还潜入寺庙推导祭品 艾卡这才意识到可能是同行的报复 第二天 普兰寺的宣传海报被人为的涂鸦破坏后 艾卡也更加确信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正是马尼通寺的主持 之前爱意员一直是马尼通寺活动的赞助商 如今他改支持了普兰寺 因此两个寺庙就此结仇 为了迎合马尼通寺 艾卡决定近期免收香火钱 小帕却咽不下这口气 恰巧他从寺庙帮工笔记的口中 得知了马尼通寺住持的丑闻 他喜欢和小男孩近距离聊天 于是小帕决定报复回去 开始给马尼通寺住持造黄谣 小帕直接用票子买了笔记 从寺庙帮工群中存的照片后 便来到了一个生意好的网吧 用两万泰铢直接包场 请网瘾少年们上网 然而要求则是充当水军 点赞评论转发 关于马尼通寺住持的黄谣 请网瘾少年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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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之间 马尼通寺的住持直接名声扫地 甚至有人恶意地在马尼通寺涂鸦 小帕成功地以奇人之道 还治奇人之身 在接下来的活动中 普兰斯的香火越来越旺盛 爱意园更是直接带头 捐赠了99万9999泰铢 阿胜正在为账户疯涨的数字高兴时 麻烦接踵而至 艾卡主动前来 要求看寺庙的存折 并让阿胜将捐赠表打印出来 小帕突然发现 马尼通寺的车来到了普兰寺 他连忙呼唤起了阿胜 不料对方并不在寺庙中 等待阿胜赶来时 马尼通寺的住持已经准备离开了 普兰斯的住持 亲自将几人叫到了房间中 他先是感谢了大家 帮忙将普兰斯盘活 就想划清关系 阿胜 阿胜 他们还有着千万贷款还没有偿还 如今三人再次陷入了谷底 阿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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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卡在巡邏 突然听到了住持房间传来了众物倒地的声音 艾卡走进查看时 发现住持已经躺在地上 失去了意识 一旁的阿胜则是一脸惊恐地看向了艾卡 由于住持病情突然恶化 艾卡需要贴身照顾他 有些分身乏术 为此艾卡决定将寺庙的运营委托给了阿胜等人 本该高兴了小粉和小怕 却发现阿胜的反应有些异常 心中不禁有些不好的猜测 可不可以寻找咖啡 有客人要不要 我去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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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持脱离了生命危险后 很快被送回了普兰寺 如今也到了送多尔法师回原来的寺庙的日子 多尔法师和住持告别后 正准备离开 小粉主动上前 希望多尔能够留下 最终多尔只是犹豫片刻 便沉默地坐车离开了 小帕带着不久前节日收的香火钱 再次进行了岛钱买卖 一半换了泰达币 一半则换了美元 随后 小帕来到了代理律师那里 将所有贷款的利息 还有一部分本金都还了上去 律师对于小帕的搞钱手段 忍不住好奇起来 小帕直接拒绝了回答 此时多尔回到了原来的寺庙中 主动向住持请罪 却因为脑海中平凡闪现出的身影 他竟然连佛经都念错了 此时三人的债务已经有了缓解 不知情的阿唐以为大势已去 便在寺庙偷偷摸摸干起了非法交易 被巡逻的艾卡撞了个正着 第二天 阿唐就因为艾卡的举报 和假僧人被一锅端了 普兰斯陷入了巨大的舆论之中 三个合伙人见状 只觉得头痛不已 试试试试试试试 却不知他们已经被人暗中盯上了 警察深入调查了此事后 普兰斯也变得无人问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尔通过住持得知了此事 也不由的有些担忧 由于网上传出警方抓捕阿唐的视频 普兰斯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艾卡在此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在他的努力下 在他的努力下 住持仍有对普兰斯的经营权 接下来 三个年轻人开始想方设法地 重新吸引乡客前来 晚上 阿胜注意到猫的项链 突然灵光一闪 可以让寺庙卖护身符 吸引乡客到来 小粉立刻明白过来 他们可以借助普兰斯的名气 编一个故事 去吸引更多的群体关注 如今普兰斯正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这对于他们而言 无疑是一个机会 毕竟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黑红也算红 阿胜等人决定用佛像下的蜂窝 创造一个故事 此时正需要一个名僧 前来做法事宣扬 恰逢多尔法师经过内心的纠结后 他最终决定来到普兰斯换教 以此长期留在这里 阿胜便将他定为了 接下来用来宣传护身符的法师 小粉特意前来打探虚实 得到了肯定答案后 多尔主动询问起 小粉在忙的护身符一事 小粉趁机邀请多尔 一同前往到各地 收集起了制作护身符的圣物 小粉也在全程负责跟拍 留下处理寺庙事务的小帕 也在此时顺利地成为了法师助理 旅程途中 小粉趁着加油的空隙 使觉得一直利用多尔 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便主动提议帮忙修建静修庭 然而却遭到了阿胜的拒绝 他此时一心只想偿还背负的债务 唱变了 2 昂不知的 你不知的 二昂不知的 這就是昂的 我來這裡 此时小帕接管了阿唐的活 将功德相中的钱搜集在了一起 一个奇怪的大叔突然找上门来 忍不住询问小帕 一个富二代却甘愿待在寺庙里面收钱 不觉得奇怪吗 小帕有一瞬间慌乱后便恢复如常 他否认了大叔后连忙转身离开了 小帕再次去偿还贷款时 因为还得太少 贝利斯直接用枪指着脑袋 他惊恐地大叫声中 手枪中却滋出了水 随后律师不讲理地将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提高到了和没有还钱时的金额 小帕看着账单上的未还金额 高达4300万泰铢时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吞 然而小帕拿着账单刚出门 就碰到了跟踪自己的警察 原来警察怀疑三人和潜逃的阿唐有勾结 可能再利用寺庙洗黑钱和贩毒 因此特意调查了起来 小帕为了弄清对方身份 故意撞了警察的车 随后利用保险公司才得知对方的意图 突然小帕接到了姐姐电话 得知了爷爷摔倒的消息 他只好匆忙赶回了家中 好在爷爷只是骨折 并没有太大问题 小帕决定趁机找父亲借钱 然而他一开口就是一千万 父亲直接就拒绝了 原来小帕的叔叔才是家族的大股东 他们一家只能仰仗着叔叔过活 与此同时 多尔为了取得最后一件圣物 私自面见了不愿接待他们的住持 却被打了一身伤 六目的 你能不能 我以为你能够扮明 最终三人也只能放弃拜访,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寺庙。 小帕见状想要询问,阿胜却没心情回答, 他正在忙着思考该如何打造护身符。 小粉停好车后,便主动上前协助, 小帕却在此时将这几天的遭遇讲了出来, 他只觉得无主急了,但是阿胜根本没心思去照顾小帕的情绪, 小帕因为差点挨枪子死了,然而告知朋友后, 他们却只顾着忙着手头上的事,于是便负气地转身离开了。 等待护身符生产出来,销量却太过惨淡, 这让小帕感到更加沮丧,阿胜也总是沉默寡言。 突然小帕收到了一条短信, 发现有人拍摄了自己的外甥女后, 他对家人的担忧达到了极点, 因此小帕找到阿胜,想要让他停止加工支出, 想办法尽快还上贷款。 小帕甚至想找所谓的专家帮忙销售护身符, 然而阿胜却说自己还有其他办法, 甚至要加大投入生产。 小帕因此彻底理智全无, 他指责起阿胜让自己承担贷款压力时, 阿胜也忍无可忍地回怼, 当时如果不是小帕,主动提议游戏代币的事情, 他们也不会盲目地去碰高利贷, 两人也因此彻底决裂。 夹在中间的小粉只觉得心累。 夜晚闺蜜正因为小粉帮忙设计的婚礼现场, 想要表达感谢, 她还为小粉牵桥搭线, 给她介绍场景设计的工作, 突然阿胜在此时发来了消息, 小粉只是有一瞬间的犹豫, 便按照阿胜的地址赶了过去。 此时阿胜正借着假证件, 采访着一个游走在生死边缘的消防员。 采访结束后, 小粉还有些莫名其妙时, 突然听到消防战中传来的广播, 发生了一件重大案件, 公交车和皮卡相撞在了一起, 消防员紧急出发后, 小粉紧随其后。 为了追赶消防车, 她直接利用飘移, 超越了警车和救护车。 救护车和救护车和救护车和救护车。 来到了事故第一线, 小粉和阿胜选择了一个偏僻的角落, 救下了卡车司机。 阿胜想趁人不注意时, 将护身符挂在司机脖子上, 不料因为一瞬间的犹豫, 救护人员赶了过来, 俩人只能提醒他们快速救人。 阿胜错过了最佳时机, 正愧疚的道歉时, 小粉却直接将卡车推进了河里, 他决定跟紧这个案子。 随后俩人来到医院, 便将卡车掉入河里的事情, 告诉了被抢救过来的司机。 司机也记得, 两人曾经救过自己, 但是当阿胜将护身符拿出来, 希望司机在明天面对记者采访时, 宣传这个护身符的作用, 到时候会给他20万泰铢, 用来买一辆新的卡车。 然而司机却突然情绪失控, 他直接打掉了护身符。 原来司机的双腿, 此时已经没了知觉, 恐怕会终身残疾, 以后再也不能开卡车了。 阿胜和小粉也因此备受打击地离开了。 他看着自己订下了新订单, 不觉有些后悔。 然而夜晚查房的护士, 却留意到了被扫落在地的精美护身符, 他虔诚地将护身符放在了桌子上。 好在上天也对三个年轻人眷顾了一次, 当司机再次醒来, 忽然发现自己的脚趾能动了。 司机看向桌子上的护身符, 以为是护身符起到的作用, 便将护身符视作了珍宝。 第二天, 面对记者采访时, 司机完全认为是护身符保佑了自己, 特意给新闻记者特写了自己的风神符。 小粉和阿胜见状, 决定按承诺送钱表达感谢。 在他们离开前, 司机特意叫住阿胜, 希望给自己太太也求一个护身符。 阿胜回去后, 连忙加量订购起了护身符, 在舆论的推动下, 风神符被大家视为了珍宝。 小胖在家中看到新闻时, 还在为阿胜的成功感到不可思议, 阿胜更是用上了饥饿营销, 定制了一批新款的护身符销售。 一时间, 风神符有价无市, 更显得珍贵。 普兰斯的乡客们都愿意花重金求平安, 甚至排起了长队,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护身符能够带来好运, 自发地为普兰斯宣传起来。 为了造势, 杂技演员特意将护身符挂在了鸡的身上, 随后对着他射子弹, 即毫发无损地走动着。 更有很多业界人士, 针对护身符的公益, 估价到十万泰铢, 因此大家对护身符的抢购更加疯狂起来。 寺庙里一天的现金收入, 小粉用验钞机验收, 直接从白天干到了晚上。 此时, 他们已经有足够的钱来还债, 小粉希望阿胜去联络小帕, 却不料他直接拒绝了。 此时小帕发现自家也买了护身符, 只觉得他们非常荒谬, 竟然相信这种迷信的东西, 却不料父亲和爷爷同时因为护身符训斥了小帕, 心情烦闷的他, 突然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小帕来到了约定地点后, 发现竟然是狼狈的阿棠, 他疯狂地求助着小帕帮自己渡过难关, 只需要五十万泰铢。 小帕见状心软地答应了, 却没想到是噩梦的开端。 第二天, 小帕出门购买了商品后, 阿棠又缠了上来, 开口就要三百万, 小帕刚想拒绝, 却不料阿棠掏出了枪。 他只好实话实说, 钱全被存成了加密货币, 小帕便劝说阿棠和自己去一个地方, 便能够验证自己的话, 随后还给他找到了一处安身之所。 这一处安身之所。 此时警察查到了护身符上面 于是用从司机车上搜到的毒品 威胁着他说出了实话 大赚了一笔后 小粉此时只觉得心力焦脆 不料阿胜还想继续扩展业务 这让他感到十分疲惫 为了偿还贷款 小粉主动联系了小帕 问到了还款地址 阿胜找到律师 主动还清了所有贷款 临走前 律师特意将名片塞到了阿胜的口袋中 希望他下次有事再找自己帮忙 阿胜却对这个被刺自己的人 一点好感都没有 夜里 小帕偷偷来到了寺庙里面 我会想要帮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 阿胜也感受到了小粉的疲惫 他决定结束一切 带着母亲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时 母亲执意带着阿胜前往普兰寺祈福 甚至还给他买了护身符 阿胜执意想要退掉 然而母亲却坚信能够保平安 母子俩在寺庙中发生了争吵 阿胜甚至已经提及到了过世的父亲 却没想到 母亲仍然坚信父亲只是失踪 还给了他一巴掌 此时小粉得知了多尔想要还俗的想法后 便好奇起了原因 却不料多尔对着他直接告白了 一时间 无法接受的小粉只能说一句抱歉 便准备离开 却没想到 警察带着搜捕令 将自己和阿胜一同抓了起来 此时小帕提着前去看望阿胜时 却发现他已经被人杀害 下了小帕连忙跑路了 小帕匆忙地从凶杀现场逃离时 收到了小粉发来的信息 警察已经突袭了寺庙 如今小粉 阿胜和多尔都被请到了警局喝茶 面对警察的质问 小粉表示要等待律师 阿胜则直接从口袋中掏出了赚取高地带利息的律师名片 警察来到了普兰寺 要求查看寺庙的收支账户和委员会名单 住持此时已经昏迷不醒 根本无法从他口中得到什么重要信息 警察顺着委员会名单中找到了小帕家中 当初小帕就是用自家名义 对普兰寺进行捐赠的 面对不知情的一家人 警察直接将小帕涉嫌为毒贩写黑嫌的事情讲了出来 姐姐连忙打电话给小帕通风报信 面对姐姐的质问 小帕只能挂断电话 多尔在面对警察的询问时 他一直坚称自己只是为了弘扬佛法 言语中还在维护 曾经无条件协助他的三个年轻人 然而警察却怀疑多尔也参与其中 即便如此 多尔也不愿说出任何不利于小粉的话 此时阿胜面对警察的问话 回答得滴水不漏 他甚至不怕警察去查寺庙的项目 有先见知名的阿胜 将谋取的大量利益 都已经让小帕转成了加密货币 警察很难查到这上面 警察只好拿出了司机的指控音频 以及医院的监控录像 然而阿胜并不以为然 多尔见到了独自在外面等待的小粉 询问警察的指控是否属实时 小粉只是愧疚地对他道歉 阿胜坚持等待律师的到来 警察也拿他没办法 警察怀疑 还有一个更聪明 更邪恶的人在操纵这一切 逃跑的小帕突然收到了爱卡的短信 对方叫他来寺庙 聊一聊阿胜的事情 走投无路的小帕 冒着被警察发现的风险 潜入到了寺庙中 然而爱卡一见面就询问小帕 如何处理阿棠的尸体 这让小帕惊呆了 很显然 阿棠的死和爱卡脱不了关系 他面对如此邪恶的人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爱卡很欣赏三人的能力 希望三人能留下来 继续宣传寺庙赚钱 向欣赚一切 然而阿胜这边 却出现了转折 律师的关系网络非常强大 就连警长也不得不屈服 他直接训斥了办案的警察 随后便将阿胜释放了 两人正因为此事争吵时 律师背后的老大 派人接上了阿胜和小粉 小帕已经在此等候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者 竟然是爱意员 原来为了释放朋友们 小帕同意了帮爱意员经营更大的寺庙 他们的能力深受爱意员的赏识 他们只需要同意帮助他将护身符的事业 做得越来越大就行 爱意员也坦白 之所以会帮阿胜和小粉脱身 就是因为小帕答应他们继续赚钱 不想被控制喔 不想被控制作所 我希望给你一些所迅速 Roy 我把众么的声音 都没成功 把你们 nochmal所运 told 你需要按照 你不要互劳 搭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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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线用 我问你 我自己会得到 随后 爱意源让手下端上来了一支断手示威 这正是阿棠的断手 阿盛看到后当场吐了出来 在全市的威胁下 三人只能选择屈服自保 阿盛获得自由后 匆忙赶往了家中 却发现警察已经在家门口等待着阿盛 他表示清楚阿盛父亲消失的原因 如果阿盛想要知道真相 就必须协助警察 去调查政客的腐败 和私下的毒品交易 警察也只需要阿盛答应 将幕后主使的信息交给他 随后警察便离开了 阿盛忐忑地回到家中 母亲却不愿正脸看他 小帕回到家中后 遭受到了全家的指责 小粉此时 正准备拿出自己的美国护照 准备跑路 他拒绝了阿盛打来的电话 无助的阿盛 无意之间打翻了水杯 正准备擦拭时 他将父亲制作的小手工拿了出来 突然意识到了 父亲当年的话中 似乎有些双重含义 以上就是绝妙骗局第一季的全部内容 我会认识到这一期识务的地道 我会认为了 我会认为了